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 请听上帝的话 今天的信息经文是记载在旧约诗篇第九十七篇一到十二节 经文是取自和和本修订版 耶和华作王 愿地快乐 愿纵海岛欢喜 密云和幽暗在他四围 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 烈火在他前头行 烧灭他四围的敌人 他的闪电光照世界 大地看见就震动 诸山见耶和华的面 就是全地之主的面 就如蜡融化 诸天表明他的公义 万民看见他的荣耀 愿所有侍奉雕刻偶像 靠虚无神明自夸的都蒙羞愧 万神啊 你们都当拜他 耶和华 因你的判断 西安听见就欢喜 犹大的城镇也都快乐 因为你耶和华至高 超乎全地 受尊从 远超万神之上 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 他保护圣民的性命 大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散播亮光是为义人 喜乐归于心里正直的人 第十二节 义人啊 你们当靠耶和华欢喜 当颂扬他神圣的名字 这是耶和华的话 祝你们平安 也再次向透过线上 跟文旗参与崇拜的 对我们姐们来问安 让我们再次地祷告 祥乐归神 感谢你 让我们知道 今天是降临节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向感恩 通过降临节 让我们能够知道 你是那位道臣肉身的救主 也是那一位会第二次再来的 万王之王 万祖之主 今天我们通过诗篇 来去阅读 来去传讲和聆听 愿的灵在我们当中应行 说我们能够从你的坏中得到帮助 我们录所的祷告 是奉我们主耶稣 法国名求的 阿们 谢谢鱼林姐妹 为我们读出今天的这个经文 诗篇第97篇 也谢谢刚才诗班 为我们先唱 非常好动听的一首诗歌 天地的颂赞 我想说 如果是能够唱得更激昂一点 能够更带出 他是王的那种的震撼性 教会节级中的降临节 或者是说降临节 有人用带降临节 都有不得的名词 就从这个主任来开始了 在此也向大家来去讲述 为何需要注重教会联历 或是节期的原因 因为圣经是以上帝的救人的事件 来去标记这个时间 因此教会的联历 从信仰的角度 在一年的时间内 就划出了特别的一个日子 并按照基督的这个生平 某些重大的事件 来去制定这个节期 以此呢 是让会众们能够明白和经验上帝的这个救恩 他的中心呢 是什么呢 他的中心是基督 按照基督的生平呢 某些重大的事件 来去制定节期 然后提醒呢 信徒的生命 乃是联系于元首基督的这个为中心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 教会的这个联历的运作呢 是围绕了基督事件的三方面来去运行 第一个就是基督的降生 所以包含了有降临节 圣诞节 然后显现节 第二就是基督的死和复活 所以你们会听到明年的时候 我们所谓鼓励大家 有去遵行这个所谓的大灾节 受难周和复活节 然后第三就是五旬节和主再来 就是关于圣灵的降临 还有教会的单身的事情等等 所以呢 在未来连续的几个星期里面 大家都会在这个崇拜里面 看见这个点燃烛光的这个仪式 作为一种去迎接 赐人盼望平安喜乐 忍耐救主 君王耶稣基督降临的这个宣告 和这个提醒 降临节或降临节呢 不但是纪念 耶稣基督第一次的这个来临 他的神学的意义呢 也是要强调说 基督的这个再来 来去还有审判万民 我们更再次的被提醒说 要在这段期间里面 要弃绝罪恶 过圣洁的生活 并警醒盼望迎接 耶稣基督这一位世界的光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再次的到来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墙上 也挂了这个两个布 告诉他说 他就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我们这几多的讲台的信息呢 是围绕在诗篇 第九十八篇到 九十三篇到九十八篇 这些诗篇 大概包括九十九到一百篇呢 都是属于呢 叫做赞美耶和华作王的 这个系列的这个主题 若是你有注意看 这八篇的这个诗篇里面 特别是其中的第九十三 九十七跟九十九篇的 经文的第一节 出现什么字 出现什么字 都是以 耶和华作王 如果你手上顺便可以翻来去看一下 作为这个开头 所以可见 当我们要去传讲这些的诗篇的信息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将这个焦点 必须要聚焦在 耶和华作王的这个事情上 而不是以人作为中心焦点 而诗篇第九十七篇一到十二节 当你看整个的诗篇脉络的时候 它是以这个宣告 威荣的大君王作为这个开始 然后来到第七到第九节的时候 就讲关于这个敬拜尊崇大君王 然后以这个欢喜颂养大君王 作为这个诗篇的这个角色 这样一种的宣告呢 是要引领民众呢 在大君王的面前 也同时呢 来去指引新靠的子民 来去认识这一位的大君王 然后呢 能够在这个尊崇喜得的心呢 在生活上选择来去远离这个罪恶 并也颂养赞美 等候盼望他的这个再临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进来看 经文的这个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先看 经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 所描述 耶和华作王 或是大君王来临的整个的画面 不晓得你对于那一些的 所带的画面 有哪些的感受 或是一些想法 对我来说 虽然知道说 这些经文是一种比喻 比喻新的语言 去描述耶和华荣耀的统在 以及这个大君王要来统治权力 但是仍然会让我感受到巨大的震撼 或者是这个金句 比如说大家看经文的时候 他说随同这耶和华来的有什么 有秘云和这个幽暗 这常是一种呢 去描述这个审判的这个画面 经文提到说 公益和公平是他保住的这个根基 意思是说什么呢 意思是说 他是以这个非常严格的 这个公益和公平的这个标准呢 来去审判跟统治权力 然后接下来 我又看到什么呢 他说这个烈火呢 在他的前头行走 要在愤怒中呢 借着火把这个敌人来去烧毁 然后就说 闪电发出了这个闪光 连大地看见的都怎么样 都震动 还有呢 柱山见到他的面 如什么呢 也会如蜡般的消化 天啊 这些静人的这个现象 在圣经里呢 是常常都会伴随着 烟花的显现而出现的 而他这种的显现呢 是为了要在全地建立 他的这个所谓的 新和正确的秩序 所以我也从这个画面中 我想一下 我要尝试找一些 有那些画像 可以将这种的景象 能够很完整地呈现出来 可是我没办法去找到 很满意的一张 可能六姐妹 如果你有找到的话 可以寄给我看一下 我想只有可能说 用这个以色列出埃及之后 然后在西南山 以这个充满荣耀威严的 这耶和华相会这一张 可能可以表达出 这样的一个意境 而感恩的是 当我一直在去苦恼 这些事情的时候 今天早上 我出门的时候 上帝是信实的 是怜悯的 我一出门的时候 看到天空啊 哇 竟然是好像 乌云密布对吗 好像密云跟幽暗 哇 我赶快拿个相机拍下来 哇 感受到这时候 我以后来临的时候 是离此如此这样 另外 这种充满震撼性 和带来惧怕恐惧的 耶和华作王 来临的这种画面 对你来讲 又带来哪些的感受 或是反应呢 它是让你所感到 很害怕恐惧 还是所欢喜 我有这一位充满 这个威荣的至高神呢 对姐妹们 请问你们是哪一种的心情 第一种呢 恐怕 害怕恐惧的 有没有 没有 所以你们全部都是很欢喜 有这样一位至高的神是吗 我用代表举手来代表一下 好吗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举手 是恐怕害怕呢 还是很欢喜 有这样一位至高神 害怕恐惧的是有吗 有几位 所以意思是说 99.9%都是很欢喜 有这位至高神 对吗 非常好 这样来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它第9跟第7节 就告诉我们说 当人看见了这个耶和华作王 或是说来临 带来如此的震撼 将会出现了 有两种的这个反应 这里面呢 有两个类型的人 这种类型的人的反应是什么呢 第一类型的人呢 就是那种 不依靠 信靠耶和华的人 对他们来说 他们会感到羞耻 因为他们将一切的盼望呢 都寄托在虚无的这个偶像上 包括金钱和权力的这个偶像 而第二种的类型的人呢 就是那些来自 耶路撒冷 或者说犹大 就根据经文他们所说的 或者是被称为所 去遵从喜爱 耶和华的人 当他们听见 他要来恢复 万物的秩序的时候呢 他们心里 也许也是有些的惧怕 但是 同时也是充满了 这个欢喜和快乐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 他的来临呢 不仅去除去的一切不公正 逼迫所带来给信徒们的伤害 或者是这个痛苦 他更是呢 这个信徒们呢 在耶和华公义的这个治理中呢 得到了这个盼望 怎么说呢 这时候让我们就从回顾 以色列的历史呢 来去帮助我们 去更深入地去了解 这三节经文的 这个神学的这个诠释 我们就以这个南国犹大 为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 南国犹大呢 他在公元前 586或87呢 被巴比伦来消灭了 对这群神的使命来说 他们基本上是认为说 是耶和华容许 这个巴比伦呢 去打败这个南国的犹大 主要是因为 他们悲逆了神 他们得罪了这一位神 而当这个马代 跟这个波士帝国呢 打败了巴比伦之后呢 他们就认为说 这是耶和华的这个作为 因为在他们的当中的先知们呢 都曾经预言过 这些事情的发生 各位姐妹们 如果你想要多了解呢 可以看这个以赛亚书 45章到47章 这个丹一里书等等 但他们被掳了之后 然后我们都知道 他们得到了释放 对吗 他们可以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 而这样的事件呢 又显出了 他们所信号的神呢 仍然是在掌管一切的 所以透过这个历史的事件的回顾 跟这个反省呢 他们看见神的这个公义 跟这个仁义的彰显 也看见因着神而所带的这个圣意呢 更显明了祂是至高的神 这就是为什么说 以色列人他们看到这个神的这个显现 跟来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是充满这个喜乐 和盼望的这个原因 特别我们请注意看这个第九节 第九节是讲什么呢 他说 因为你耶和华至高 超乎全地 受尊崇 缘超万神至上 请注意看这个词 就是至高 至高这个词呢 是提醒诗篇的读者 或者是我们 全地跟诸天都属于他的 这我们师父刚才所唱的一首 很好的一首的诗歌 而这个至高的神呢 这名字 最早呢 是出于这个 麦基喜德的这个口 麦基喜德是谁呢 麦基喜德就是那位 身兼祭司 君王身份的麦基喜德 他的事件是既来在 《创世纪》第十四章 第十八到二十节 又有撒冷王 麦基喜德 带着饼和酒出来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为亚伯兰祝福 说 愿至高的神 天地的主 赐福给亚伯兰 至高的神 把敌人叫在你手里 他是应当 称颂的 各位姐妹们 你知道吗 从这样一个经文的描述里面 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 是什么样的神 是什么样的神 看得到吗 他是为什么神 他是一位 赐福至高的神 所以天地和诸天 都属于他 然后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的神 他的威缘 他的尊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神 是一位赐福 和这个至高的神 所以我们要感恩 能够信靠 跟依靠 跟跟随这样的一位神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问说 耶和华作王 这样一个 这么好的天大的这个消息 这么好的消息 对我们这些 信靠他的人 每日的生活 具有哪些的重要的意义呢 或是说 对先前的我来说 又带来的 哪一些的影响 跟这个帮助呢 经文在第十 跟第十节呢 有几个动词 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 第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第十节 出现了这个字 叫做恨什么 一起来念 恨什么 恨物罪恶 因为 敬拜尊从耶和华的人呢 势必会选择 弃绝罪恶 作为生活的这个方式 当然 我们也知道说 你说在 弃绝罪恶的方式 但有些情况 是不容易的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当我们要去选择 弃绝这个罪恶的时候呢 需要付出代价的 也许 会带来这个 惧怕和恐惧 怎么说呢 因为如果 你在职场上的时候 你就会很 很清楚 知道这些的事情 因为我们也会担心说 会遭受到 其他比你更有权势的恶人 来去迫害你 以至你呢 不敢去对这个 弃绝罪恶呢 做出这个选择 以至你呢 反而好像被逼着说 跟这些人怎么样 同流合污 一起的去犯罪 当我们落到如此 这样的困境的时候呢 我相信 我们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我实际上说 以这个诗篇 第五十六篇 三到四节的经文呢 能够帮助我们 除去这个惧怕的心 能够让我们 能够面对这样一个 艰难的选择的时候 决定的时候 我们能够勇敢 坚定地说 我要选择 拒绝 做罪恶的事 或上帝不喜欢的事 诗篇五十六篇这么说 我惧怕的时候 要依靠你 一世节 我依靠神 必不惧怕 血漏之躯 人把我怎么样呢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告诉我们说 你要惧怕的 不是人 不是迫害你的人 并你做选择的人 而是你要惧怕谁 你要惧怕谁 神 主导文也给我们 很好的这个激励 主导文说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救我们 脱离那恶止 我们要绝对相信 只要神愿意的话 祂有这个能力 来去拯救 尽全信号的人 脱离危险和这个凶恶 Amen 给大家做个见证 有一次我去修车的时候 修好了 然后要离开的时候 在路旁边 就在做些事情的时候 不小心呢 就稍微的碰撞了 一辆的非常昂贵的宾室 然后呢 当时候你知道我的想法是怎么样吗 就是说在祂的前头那边 稍微刻画了祂的前面的气 然后那个地方呢 是非常安静的地方 没有什么人的 你知道我第一个注意的是什么吗 我第一个注意的时候 看到处有没有那个摄影机拍下来 然后第二个要想的是什么呢 要怎么样 要跑掉了对吗 没有摄影机的 太好了 又没有人看到了 太好了 我还准备要走了 可是 我就对你说 有神对我说 我是一位牧者 我在台上做教导 我们要去面对事情 因为我那时候会想说 哎呀 怎么样 撞到那辆车 等下又要 又要 可能要 那个报警 可能要什么 保险处理 一大堆东西 都要去做 所以一走了之就好了 可是我一直想 你一走了之的话 我不晓得晚上 你不睡得着觉 或者以后你在台上讲道的时候 你要诚实 你要怎么样 你怎么讲呢 所以我就停下车来 我就跑去找那个人 车主 跟他说 不好意思 我撞到你的车 这样 然后感人的就是说 跟我所想象的 没那么严重 就是说 我们也很好了 谈好了 就是说 帮他去维修 虽然是付了一笔钱 可是我觉得 这时我很坦然 就面对这一切 使得我能够什么呢 使得我能够说 胜过这种的试探 使得我能够说 我能够对这个罪恶说什么 说不 我要去面对他 我要去勇敢的面对他 因为我知道 这个是一个 也能够为主做见证的人 很感恩 当修好了之后 那个车主还很好了 将那个修好的照片 拍给我看 我已经弄好了 我们几乎也可以成为了一些 好朋友这样 所以 感谢主 我们能够敬畏 尊从他的人 我们会选择 恨恶这个罪恶 第二个的这个动词 我们去看到 第十二节的A 就是说 当靠耶和华 欢喜 对姐妹们 为什么要欢喜呢 有什么事 是值得 我们去欢喜的呢 因为耶和华作王 他的来临要恢复万物的秩序 诗篇第97篇的经文里面 他的内容有个很特别的特色 他去看的时候 他是有一种就是向后看和向前看的这个特色 什么意思呢 向后看就是说他让你去回顾了耶和华在历史的某一个时刻的显现 或者是他做了哪些的事情 然后呢 他也不只有向后看 他也是向前看的 来去带你们看见什么 盼望他在将来了某一个时刻的时候 他的显现 也就是在末世的这个期间 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欢喜和喜乐的这个地方 因为耶和华过去呢 和现在呢 都是在怎么掌权的 过去他曾经如何的去帮助我们 现在他也会同样的去帮助我们 以及在未来 我们也是带着这个盼望 希望他将来的统治 使万物都恢复了秩序 然后我们呢 也会永远的与他同在一起 就好像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记载说 主神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什么 阿梅迦 是经在 西在 以后永在的全人神 第三个动语呢 给我们看的就是 当颂扬他神圣的名字 这边也是同样的问 为什么要颂扬他神圣的名字呢 面对现今整个世界的局势 非常的混乱 以及我们可能现在自己的家庭的生活 我们的经济 可能我们的事业 或许也面对了各种的这个艰难 或者是这个压力 身体的健康呢 也可能亮起了红灯 我们怎么还能够说 以喜乐的声音来进 送养他这个神圣的名字呢 我相信这确实不容易 然而 今天的信息 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说 因为 耶和华他作王 他掌权一切 他不但恢复了秩序 有能力去拯救新加拿大的人 脱于危险和这个凶恶 让我们对将来的喜乐 也有所盼望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 不论我们身处在哪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仍然可以每一天呢 来去颂养他神圣的名字 Amen 前六权们 面对如实 威荣 以公平和公义的标准 来审判和统治全帝的大君王 因为充满了能力 能够拯救 近前新加拿大的人 脱离危险的这个凶恶 更是一位 愿意赐福全帝 以诸天都属于他的这个至高神 请问 你是否已经准备好说 来欢喜的来迎接这一位大君王的到来 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吗 弟姐们 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迎接这一位大君王的到来 若是已经准备好了 结果今天教会节期 降临节的这个到来的开始 你我就要很清楚的知道 或是说也被再次的提醒 我们都是属于他的什么 指名 所以在生活各样的这个世上 我们都要做三件的事情 第一 就是我们要坚定的来去做出恨恶罪的这个选择 我们能够勇敢的对上帝不喜悦的事情说什么 说不 我们要讨神的喜悦 我们不是讨人的欢喜 我们要惧怕的是谁 我们要惧怕的是神 而不是人 因为神帮助我们 能够立志的在我们生活里面过圣洁的生活 第二 因为说我们所信靠这位的大君王 是那么充满人力的 是那么威荣的 是那么有这样一个能力的神 所以当我们面对生活事业 任何的逼迫 任何的苦难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不是我们一个人在去面对 乃是有一位神 在陪伴着你 跟你一同的去面对 因此呢 你才能够存着喜乐的心 去应对你所面对的一切 而且我们都知道 他也派遣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 是给我们力量 去面对我们所要的面对的一切 因此呢 来到第三的时候 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虽然还是需要面对各种的 可能忧愁挑战 但是我们却能够 每天以送养 他的名呢 这个盼望的心态呢 能够带着欢喜的心呢 来去迎接我们这位耶稣基督 这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再次的到来 告诉大家一个秘诀 当我们看见所恶人的权势 几乎好像仍然在掌权的时候呢 当我们看到罪恶 好像自负仍旧在盛行的时候呢 只有我们活在 耶和华做王的这个真理之中呢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 这个喜乐的生命 阿们 但我们都能做好准备 也领受圣灵的能力 在信仰的生活中呢 我们能够坚定的去 恨恶这个罪恶 然后做出选择 做上帝学的事 然后我们能够存着喜乐的心 来去过 应对我们每天的这个挑战 然后我们每一天呢 带着欢喜的心呢 来去送养他的名 过圣洁的生活 并带着盼望呢 来去迎接大金王 耶稣基督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再次的到来 阿们 我们去祷告 全了父神 感谢赞明你 感谢赞明你 我们看见 透过圣经的这个描述 我们这位耶和华大君王 是如此的这个威荣 是如此的这个充满这个人力 而且我们可以看见 他是一位 赐福又是自搞的神 我们这一群信靠你的人 跟随你的人 我们泄上感恩 我们总有一位这么自搞的神 也我们同在一起 当然你帮助我们 在这个降临节的来临的时刻 也能够给我们这个提醒和帮助 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说 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能够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 能够在我们生活之中 我们能够坚定的来去选择 恨恶这个罪恶 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之中 存着喜乐的心 来去应对我们生活上 所要面对一切 可能是艰难 可能是愁烦的事情 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都知道 因着有你的同在 有你的 以我们的帮助 使我们每一天 我们是欢喜快乐的 来去颂养你的名 而不是悠悠愁愁的 过我们的日子 亲爱的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 透过今天的这个信息 所以我们能够得到这个鼓励 得到这个信心 得到这个勇气 得这个帮助 去过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生活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 奉我们主耶稣保贵圣明求的 Amen Amen